滚蛋吧废话 知道中国第一个奔驰车主是谁 老慈禧 1901年老慈禧举办66岁生日宴 原始改花一万多辆白银 送他一辆奔驰轿车 这使得老慈禧成为历史上首位没在得司奔驰车主 李白除了爱喝酒还爱一样珍惜之物 你知道是什么吗 冰狼 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 相信大部分人都知道有这个说话 男生在30岁之后性欲逐渐下降 而女生下降并不明显 就会出现一个相对性的空虚失衡 因此会给人一种错觉 觉得女性需求越来越强 猴哥在修电线杆 面对这严峻的工作 猴哥硬是一身霉坑 真难忍 所以还等啥呢 赶紧给猴哥点个赞 为什么很多小区房子都是六层吗 因为七楼以上就要装电梯了 皇帝区的头发厨师会被斩吗 肯定会 在遇到危险时 这种动物通常会采用丢车宝帅的战术 那就是突然将内脏从钢门射出 这是海参特有的求生手段 趁着捕食者想用内脏时 他则利用反冲力迅速逃脱 脏人为啥不敢吃鱼 因为脏族流行水脏 鱼吃尸体你吃鱼 所以不用我说了吧 为什么要遮住摄像头 在圈内几乎所有人都会遮住 防止摄像头被黑客攻入 泄露隐私 你知道人体内有多少细菌吗 有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 人体大约有109万亿细菌 合起来大约有3公斤 人类和细菌在进化的过程中 已经形成了共生关系 想一下 如果你忽然有了一个亿 并想将它存在银行里 你会得到怎样的待遇 你会被列为顶级VIP 一年光利息就400多万 相当于每天醒来 就有1.2万金帐 当然了 我们只需做梦 就啥都有了 对一看 这只蜜蜂正在分泌出黄色的液体 像不像蜂蜜芥末酱 有人甚至以为 这就是蜂蜜甜的机构 这是蜜蜂在拉粑粑 蜂蜜尸体出来的 这就是蜜蜜甜的机构